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国家税务总局等六部门日前印发通知 明确把打击骗取留底退税违法犯罪行为 作为2022年常态化打击须开骗税工作重点 集中力量开展联合打击 日前 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放松 高度重视毕业生毕业答辩就业签约等 给毕业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0日公布 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降15个基点为4.45% 是2019年以来最大降幅 本次调整对新发放和存量个人住房贷款都会产生影响 对于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最低可达首套房4.25% 二套房5.05%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20日发布 为应对着陆区强烈沙尘天气及火星冬季低温环境 祝融号火星车已于5月18日转入休眠模式 预计今年12月前后恢复正常工作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19日15时至20日15时 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54例 20日起 北京两地升级为高风险 丰台区全域提及管控 20日起 上海青浦区徐经镇泽安村 阳向西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日前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 对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 龚建华作出逮捕决定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 百名鸿通人员孙峰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 20日 白鹤滩滩水电站9号机组总装完成 进入调试阶段 至此 白鹤滩水电站16台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总装全部完成 民政部近日依法向社会公布 第11批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包括中国民族化院 孔子儒学民进协会等 十家非法社会组织上榜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 由中国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克威莎 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 这是继国药和科兴疫苗后 第三款通过世卫组织紧急使用认证的中国新冠疫苗 继英国、美国和西班牙等国相继报告发现猴豆确诊病例后 包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在内的更多国家 也确诊了多例猴豆病例 日本厚生劳动省20日称 日本新增12名不明原因儿童急性肝炎疑似患者 下面是一组服务信息 据上海税务微信公众号消息 上海2021年度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纳税期限延长至6月30日 中央气象台预计 20日20时至21日20时 西藏北部、青海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道中雪或雨加雪 黑龙江东北部、新疆南江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道大雨 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丰台区全域提及管控 严格执行非必要不出区 实行居家办公 除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的公交、地铁、出租车正常运营外 其他区域公交线路全部甩站或停运 地铁站点全部封站 出租车限制区域运营 首人队企 fee 樱花 千万 Solar 门 偏 转 大